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来自新加坡著名的风水大师陈君荣大师 于11月26日及27日 在吉隆坡各大书局展开新书发表会及讲座会 出道已有30年的陈君荣大师带着最新的著作 2012 12生肖运程及2012风水运程 首次进君大马市场 这两本书将带给大家个人的生肖运程解析 了解龙年每月运程 吉利颜色 贵人生肖 贴心忠告 生肖运程排名 还有以深入浅出的方式 让你了解龙年住宅的风水运势 轻松的步骤教你改善加剧风水 以及包含了龙年国际预测及办公室风水的贴士 年纪度过运胜期望的一年 这本书在新加坡是很畅销啊 可以说我们新加坡的畅销书之一 那么这本生肖书已经出了20多年了 所以在新加坡算是长寿的一本生肖书 那这本风水书是最近我的孩子从美国回来 他觉得我们每次提议人家这个不好 那个不好 这是怎么解决 他是用这本书来写了很多解决的方案 所以这两本书有中英文 所以你们可以买去做做这个参考 那么我觉得就是这个是要以理性的方法去这个对待 我们参考的时候我们有运变之策 那么运变之策的话 有事情发生的话 那我们可以比较安然的去处理 很多人都会问到底什么是风水 风水在我们生活中占据了怎样的一个角色 那风水就是以在古代来讲是两种不同的这个动力 因为有风它会动啊 所以也会动 所以这两种动力啊 它会推动一些运势上的这个东西 所以为什么以前叫风水 那么在风水更早以前叫堪雨 就堪雨就是天之道跟地之道 就是天的运作方式跟地的运作方式 所以两个合起来 它就说风水 风水其实就是我们生活中的一个部分 那好像我们这个睡 我们睡觉的时候 我们要向着好的方向睡 那么向着好的这个方向睡 当然你的这个精神就会比较好一点 比如说有时候你这个出差 你去到一个比较陌生的环境 你睡不着 那因为那个风水的出场跟你呢 有做这个对抗 所以你就会睡得不好 那睡得不好呢 你的精神就会比较差 那做起事情来就会比较多麻烦 那当然你的运气就会比较差 那2012年对很多人来说会是忧郁的一年 那么2012的农年将走向怎样的一个趋势呢 那一般上有大灾难来之前 它会有一些警告 所以在2011年的年尾呢 很多水灾 所以因为这个水龙一来的话 水灾当然会比较多一点 所以在这个水灾这方面会要比较注意 尤其是在东南方 就是来到东南方澳洲啊 还有来到南美洲啊 那明年的这个运气会稍微比较没这么好 那么在这个北边的话有二黑星啊 所以就翻上会比较多病一点 所以假如你的家是在北边 或者是在这个东南边的话 那运气上要稍微比较这个注意 那么2012年就是六百星的年 就是领袖之星 所以很多时候呢 就对抗性的东西会比较多一点 可能会有政治这个更换 所以美国啊 苏联啊 日本啊 都可能会面临的 像政治上的一些变动 所以农年其实是一个好年 可是因为变动太多 所以呢 2012年变成一个不可预测的年 所以你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 所以以我的这个看法的话 以不动自动 就是什么东西我们看看一点 那冷静一点 那么以不变一万遍 那对你的帮忙会比较好一点 2012农年十二生肖的运程当中 蜀猪的运势榜上排名第一 而运势最弱的生肖者是蜀龙的朋友 我们一起来听听陈军荣大师解说 那蜀猪的朋友是最好的 因为龙得子为心啊 那很多时候做什么东西呢 有好运来的时候 那帮忙你的就会比较好一点 那我有说过了 那蜀猪的朋友他有抱败心啊 所以当你做 当你好运的时候 你得到很多的话 那你要当然要做一些善事 那会比较好 而且要修养 要帮人 那我觉得会比较好一点 那么龙跟狗是对冲 又对形 所以龙跟狗这两个生肖都不是那么好 所以一定要比较稍微比较注意一下 那好像说你要做比较重要的东西 比如结婚啊这些 那尽量修备了 古人之后有一洗破山灾了 很多人都是减在坏年结婚 匆匆洗 其实我觉得你最好是不要 不然会有很多不可预测的东西会发生 2012年家具住在风水 到底有哪一些需要注意的呢 明天的这个大立方在东跟西 所以东跟西你要做装修 一般上都不错 那南跟北呢明天是三沙方 所以在做这个装修的时候 你要比较注意 那不得已你要做装修 你最好是选择在双月份 二四六八十十二 我指的是农历 那么太税方是在东北方 是在这个西北方跟这个东南方 所以明年这两个方向 尽量不要去做这个装修 假如要的话 也不要选在农历三月或者六月 或九月或者是十二月 这些都会这个对冲 由陈俊荣大师推出的 《2012生肖运程》及《风水运势》 这两本书 如今已在全马各大书局或爆摊 均有出售 每本只需190.9时限 备有中文版及英文版本 预知更多详情 请浏览 www.v1net.com